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梳妆的日常图景 而正是这件贵族生活图棋盘的出土 将牧葬年代进一步确定在六朝时期 之后,墓葬内又出土了一件青丝有形壶 其细腻通透的右面与精致典雅的造型 生动呈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精湛的青丝制作技艺 以及制作者的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专家们通过这件青丝记推测墓葬的年代应在六朝的东吴时期 也就是公元22年至280年 其间跨度59年 墓葬内出土的精美陪葬品 让专家们相信 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六朝东吴时期的显赫贵族 那么,这位神秘的墓葬主人到底是谁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 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后事中 竟然发现了一对嬉皮黄口羽伤 而根据史料记载 嬉皮工艺最早出现在唐代 那么,这对嬉皮黄口羽伤 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吴时期的墓葬中呢? 这一座墓葬究竟是六朝还是唐代的墓葬呢? 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后事的淤泥清理完成后 后事中央的棺木显露出来 它整体向右翻倒 左侧棺板朝上 上面是一个立气劈开的倒洞 棺木内部充满了淤泥 考古队员们仔细过筛了棺木内的所有淤泥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保存完好的棺木内却没有任何尸骨的遗存 那个尸首的保存啊 我认为主要的可能就是 与墓葬埋藏地的地质条件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土壤比较偏栓性的 栓性的腐蚀性就强 这可能是造成失守难以保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 当然还有比如说崴山国后期的扰洞 也具备很大的关系 尽管尸骨没能保存下来 但在后事中却出土了六千多枚铜钱 这些铜钱种类各异 有半两 五珠 直白五珠 太平百钱 大权当千等 这是半两铜钱 是出土铜钱中年代最早的 其发行时间应在秦桧文王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三三六年 这是大权当千铜钱 他铸造时间最晚 来自三国东吴时期 是赤乌元年至九年所铸的铜钱 其年代为公元二三八年到二四六年之间 这六千多枚铜钱来自不同时期 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多年 那么为什么墓葬里会出现那么多来自不同时期的铜钱呢 在中国传统社会 如果没有特殊的政令的约束 旧钱是沿用的 那墓葬里面出土前朝的旧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其实铜是贵金属 本身就具有明确的价值 各个朝代铜钱的面额 是以铜钱本身的重量确定的 属于硬通货 不会因为朝代更迭而废弃 因此很多情况下 铜钱都是可以跨朝代使用的 而将这些不同朝代的铜钱放入墓葬中 实际上是把贵金属放入墓葬中 这是墓主人紧握财富的一种象征 清理完六千多枚铜钱后 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棺木里的淤土 不久 棺木的原貌得以显现 棺木由整段沙木木料制成 整座棺木厚重质朴 即便有所缺损 却难掩庄原划贵 唯一遗憾的是 棺木内并没有出土任何 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陪葬品 那么这座棺木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正在一筹墓展之际 考古队员们在后市底部的淤土中 又有了新的发现 但是这个墓展清理过程中啊 这个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墓条和墓盆 这些墓条墓盆呢 成为这个长文形状 大家很兴奋 可能和这个检读有关系 检读是中国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墓片 那么专家们是否能从上面提取到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信息呢 在提取墓条与墓块的过程中 文物保护专家在墓条上发现了无比珍贵的文字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如获至宝 这些墓条共有14件 它们长24.8厘米 宽3.4厘米 厚0.6厘米 根据文字的不同 可以分成三种 分别为 根据墓条上的文字 专家判断 这些墓条其实是墓字 据试名试书记中记载 书姓字于奏上曰书字 作再败起居字 也就是说 毛笔占墓将姓名书写于墓条之上称为字 用于败业朋友或者同僚 这个墓室呢 根据它们墓室文字的内容 它有分三种 表现它的地质 它的郡腕 丹阳 以及它的这个老家的这个县 这个地方名字 顾沾 这个应该是在朋友亲戚之间 他们之间使用的一种 这个名片 墓次类似现代名片 内容形质简便亲切 文字写于主简中央 清雅简洁 那么 同样是名片 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的字样呢 专家们认为 墓次上的内容组合有所不同 应该是墓次主人 根据上下 掌右 亲朋 故旧 出交 等对象不同 而随时选用不同的墓次 与墓次一同出土的 还有三件墓块 墓块长24.8厘米 宽9.5厘米 厚3.4厘米 出土时 墓块又起直航墓书 结右军师 左大司马 当阳侯 丹阳诸然再败 正面顶端中央墓书叶字 这种墓块被称为墓叶 但遗憾的是 墓叶上的文字 在与空气接触后 很快淡化消失 如今已不可见 其实 墓叶与墓次一样 都是用以败汇社交的名片 只不过墓叶宽9.5厘米 墓次仅宽3.4厘米 墓叶的宽度远大于墓次 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墓叶一般用于正式的场合 主要向主人通报来访者的姓名 原来相比墓次来说 墓叶的称谓更为正重 会附上官职 墓地等信息 是下级对上级 晚辈对尊长交往时使用的名片 通常用于官场 等比较正式的场合 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墓次和墓叶在汉代 就已经流行 那么一直沿用到 三国两级南部朝时期 一直到唐代为止 那么这种纸织的名帖 在逐步地替代了墓次的名次 墓次与墓叶的出土 揭开了墓主人的神秘面纱 他就是东吴名将朱燃 这个墓次与墓叶的出土的名字 墓次它上面清晰的就讲 就是大阳 孤长 朱燃 再败 结合三国这无数人之在 就是他的墓主人 应该就是朱燃 朱大司 马鱼君子 朱燃之墓 虽然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朱燃似乎并不重要 但在三国历史上 朱燃北抗曹魏 西去蜀汉 为东吴立下赫赫战功 朱燃是在东吴的同志集团中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员 参加过伊林之战 最后呢 关制的大都督 左大司马右军师 应该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 三国志朱燃传记载 从讨关语 别语潘章 到邻举晴语 刘备举兵攻夷都 燃都五千人 与陆迅并立俱备 前使拜燃为左大司马 右军师 年六十八 赤污十二年足 也就是说 朱燃曾与潘章 在邻居生情关羽 也曾率五千人马 与陆迅一起抗击刘备 并以少胜多 取得伊林之战的辉煌胜利 晚年朱燃 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 最后于赤污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二四九年去世 中年六十八岁 朱燃木刺的出土 为研究古代人际交往 木刺 木叶样式和书法艺术 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有意思的是 经过字迹比对 专家们发现 木刺与木叶上的文字 字体魂谱好正 似乎出于艺人之手 这会是谁的笔迹呢 木刺和木叶上面的字 灵灯条页 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底 根据南安宋张世兰 游凡志文 记载 木刺上面的字 又称主人字 明代 陶刺人书史徽谱当中 把祝燃列为三国时史 书法家职业 所以我认为 木刺木叶上的字 很可能就是木刺人 祝燃的旗迹词 三国时期 东吴大将朱燃 死于公元249年 距今已有近1800年 而今天 我们竟然还能看到 他的书法 实在令人轻叹 那么 戎马一生的朱燃 为何会选择 安葬在马鞍山市呢 那么朱燃 站在马鞍山 跟这个 周边的 这个古流祖城 他有关联 那么考古发现证明 这个马鞍山 兵江的古流祖周围 发现了 包括朱燃墓 包括 独家灯 圣吴大墓 包括宋山大墓 包括市门口大墓 那么在内的 这个 一系列的 这个 高等级的 圣吴贵族 墓葬群 有关联 朱燃墓是这个 圣吴时期的 古流祖周围的 这个墓葬群的 重要的组成部分 马鞍山彩石 古称牛主 彩石牛主山 突出江中 水势平缓 自秦以来 唯一重要精度 三国时期 则是东吴政权 政治中心 南京的门户 除了朱燃墓 马鞍山 还出土了 宋山墓 独家敦墓 等多座 东吴时期的 高等级墓葬 因此专家推测 这里很有可能 是东吴高等级贵族的 重要安葬地 墓主人身份的解密 让考古队员们 大受振奋 后市清理完成后 考古队员们继续 向连接前后市的过道发掘 过道是前后市之间的通道 它近身0.64米 面宽1.20米 高1.64米 此时考古队员注意到 过道的位置有些奇特 它明显靠向左侧 根据考古队员以往的 发掘经验来看 砖式墓的过道 往往会在正中位置 为什么这座墓葬的过道 位置会偏左呢 过道与后市一样 充满淤土 在清理过道淤土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们有了新的发现 厚重的淤土下 隐约满藏着一件青铜器 提取这件青铜器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们认出 这是一件鸡手胶盒 脚盒呢 它是具备脚斗和盒 两种功能的器品 应该是用于温酒和盛酒的 这件鸡手胶盒 气身扁圆 背部开有圆形气口 口上有盖 盖与气身之间 由脚链相接 可以开合 胶盒前有 鸡手型流口 鸡手高关 眼珠突出 腹下 腹三受提足 腹部是有弦纹 腹部侧面 装有方形中空的靶物 可以安装木柄 商周时期 盒是青铜锂气的一种 是用以调节酒水浓淡的酒气 秦汉之后 盒的用途 从祭祀殉葬的名气 演变成实用气 开始具备温酒 煮酒的功能 此外 考古队员们还注意到 木葬内出土的青铜器极少 专家们想到 附近的当图天子坟 宋山木 以及南京上方东吴墓 等等六朝木葬 都极少有青铜器出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六朝时期的 高等级的贵墓 大部分在历史时期 都被盗扰了 这些相对比较贵重的 这个青铜器 贵重的金银器和玉器 都被盗者掠除了 青铜器 鸡手交合的出现 振奋了考古队员们的精神 过道清理完成后 考古队员们继续向前世发掘 考古队很快来到前世 发现这里同样充斥着 大量的积水与淤泥 而随着清理工作不断深入 一件木质器物的外部轮廓 逐渐显露出来 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座棺木 前世棺木发现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 也从原来的位置移位了 棺杆是推到一边的 但是没有掉下来 就是打开的 从这里面看 就是刀墨贼也关顾过的 一般来说 中国古代高等级木葬的 前后两室 基本遵循前唐后寝的结构形式 前世为唐 是牧主人生前生活的缩影 用以放置陪葬品 后世为寝 在牧葬中为牧主人关顾所在 但在朱然的牧葬里 为什么前后世都有关木呢 后世关木的主人显然是朱然 那么前世关木的主人会是谁呢 尽管种种迹象表明 前世关木也遭到盗绝 但考古队员们仍然找到了一些 能帮我们解密其身份的文物 从这里面出土了一双木鸡 这个木鸡根据文献记载 它是你新穿的 比较小巧是源头 所以我们判断了 这个是朱然的七货妾的牧葬 但是朱然的七货妾 为何会葬在 本应放置陪葬品的前世呢 正在考古队员们疑惑时 垫在棺木下的砖块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但是这个前世主有地面 在地砖上面 主有两层呢 它又铺了这个 有砖台 砖起的这个台子 应该是祭台 祭台是墓葬里 放置陪葬品的地方 前世设置了祭台 说明这座墓葬在建造之初 的确是按照 前唐后请的传统格局 来建造的 但现在看来 本应放置陪葬品的祭台 却放了一座棺木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们相信 棺木放在祭台上 这显然是某一个 偶然性事件导致的决定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暂时还不得而知 发掘工作继续 考古队员们又在前世里 发现了一件 柚桃前纹罐 这件柚桃前纹罐 高32厘米 口径22.8厘米 附近42.8厘米 灌身整体 是黄褐色柚 柚不及底 柚层薄而光洁 局部又流淌 呈蜡泪状 肩部及上腹部 拍映前行纹 下腹部 拍映胶叶纹 图案清晰明快 灌的主要是用于蓄水 和摄放东西的 那个前纹呢 是我古代旧的主要装饰方式 前纹的一般代表是财富 同时的它也是 赈灾极庆的一个符号 很快 前世的发掘工作 也逐渐步入尾声 前世的形质清晰显露出来 它接近正方形 长2.78米 宽2.76米 高2.94米 顶部 为似于炫镜式穹龙顶 熊龙顶的构造呢 它是在基墙 是弃在圣土层上面的 在中间地段 它采取倒人之形 向上起圈 到顶部呢 大家看看 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方的 就是像气形状一样的 这样子呢 这个墓葬的机构 就抵押非常紧密了 就是随着上面的风土的压跌 它是钻石越紧越紧 这种墓顶结构 将墓顶与墓壁连接一体 一方面增大了墓室空间 另一方面 可以将墓顶承受的压力 向墓壁四周分散 从而大大增加了墓室的牢固性 考古队员们还发现 在前世的四个拐角处 各有一块突出的砖块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其实施脚的时候 在那个四驭龙岭 施脚的跟直墙 拐角和直墙之间的时候 一个生出来的半截状 叫阳脚状 是作为灯坛使用的 距离朱然墓 近十六千米的 另一座东吴大墓 当图天子坟的前世 同样发现了灯台 不同的是 当图天子坟的灯台 为牛手型灯台 而朱然墓中使用的 却是砖块灯台 专家们认为 当图天子坟墓葬的主人 应该是东吴景帝孙修的 级别大大高于朱然 所以使用牛手型灯台 而朱然墓的灯台 只能是一块墙砖 封建社会的等级表现 几乎无处不在 前世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 考古队员继续向木门发掘 木门宽1.26米 高1.54米 顶部为半圆巩旋 外部累计封门墙 奇怪的是 木门的位置却明显偏右 而之前发掘过道时 考古队员们也发现 过道的位置明显靠向左侧 在以往发掘的砖式墓中 木门与过道基本在一条直线上 这种木门与过道各靠一边的特殊设计 是有什么原因吗 主要木的木门拼油 古道拼足 应该是它进行设置的 它就是增加油脂带的面积 如果两个同时拼下一遍的话 整个木门不没关 至此木门的清理工作也基本结束 考古队员们开始进行木道的发掘 木道位于墓葬的正南部 长9.10米 呈现阶梯式形式 而随着木道清理工作的结束 标志着这座东吴大木考古工作 大体完成 经过艰苦的发掘工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 圆满完成了发掘任务 取得了极其重要的考古成果 根据木葬内出土的木刺与木印 专家们完全确定了木葬的主人 就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 朱然 他曾接替另一位东吴名将吕文镇守荆州的江陵 长达三十年 以五千兵马坚守江陵城池 抗弃了敌军十倍精兵六个月的高压围攻 从此名震天下 最后官至左大司马 右军师 十三国孙吴政权中 权柄显赫的人物 朱然身份的确定让许多谜团都成功予以解开 那对精美的西皮环口语商 完全可以确定制作于东吴时期 这也将西皮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东吴中期 比现有文献的记载早了数百年 朱然木及其物葬形制 规格 陪葬品等 为研究三国东吴政权高等级物葬的葬制 葬俗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断带标识 朱然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个是朱然木的廉代身份 名缺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那么朱然木出土了十几个种类 八十多件极其精美的七七 是迄今为止六朝时期 七七的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东吴朱然大木的发掘结束后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重要的三国文化遗产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文物陈列馆开始建设 这座古朴典雅的陈列馆 保护并展示着朱然木的考古发掘成果 让世人得以领略独具风采的三国风韵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1996年9月 朱然文物陈列馆第三期扩建之时 施工人员在朱然木西南34.2米处 再次发现了一座新的古代高等级墓葬 那么这座墓葬来自什么年代 它的墓主人会是谁 墓主人会与朱然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墓主人会议